一年一度的市长节又来了 本次庆典的重点环节是先化仪式 表达学生对老师们的感激 另外董理师会赠送纪念品于全体教职员 由校长朱家华教授 资深副校长王瑞华教授 助理校长陈秀玲 以及本校福利联邑会主席作为代表的协理 本届市长节庆典也颁发了卓越研究奖 与本校资深副校长王瑞华教授 并由董事长拿督陈明辰颁赠此奖项 此外当天由理事长张卫发博士 也颁赠了卓越教师奖 与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副主任 助胜宜讲师 和金融系副主任林文强讲师 以此作为鼓励 这次南方大学学院的市长节庆典 与往年大不相同 在舞台和座位偏排方面 可说是非常用心 市长节庆典是以三面台的方式进行 各个部门的教职员 以及学生 并坐于舞台的三面 这形式是为了提倡只为五高低之分 打造平起平坐和共同创造的气氛 成为本届市长节一大卖点 当天大家都可提出有关对于本校的问题 以此做出改善 有不少学生和教职员都一一提出了看法 包括学杂费 教室培训 清真餐厅 礼堂出租 活动赞助的一系列疑问 促进校方与教职员和学生的交流 此次的市长节可说是跨出了一大步 南方电视台 梁德耀 潘书贤 拍摄报道